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对组合工具 一个是锤子 一个是撬棍 我之前看过非常多EDCBOBPSK 熟成狂相关的话题 这样的话题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工具 就是撬棍 撬棍俗称物理学圣剑 是因为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虚拟的人物 他是一名物理学的博士 使用了一把撬棍打遍天下无敌手 只不过他的那把撬棍是这种这么大的撬棍 这样的撬棍功能性会更强一些 同时还有像哈里根那样的消防撬棍 更大的撬棍它拥有更大的利弊 同时它的功能性也会更强一些 而我在买撬棍之前我想了一下 这样大的撬棍虽然说是功能性很强 但是你平时是很难携带出去的 而且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你携带它出去的危险系数 反而会比不携带它的危险系数甚至还要高 在买之前我搜一下 还有像拇指这么大的小型撬棍 就是EDC撬棍 国内这样的撬棍非常的多 它可以去撬罐头 然后可以去撬一些非常小的缝隙 而那样的撬棍对我来说功能性并没有很强 找了半天在功能性和变形性 找到了一个平衡的就是这把撬棍 不管是像小型的撬棍也好 是物理学圣剑那种中大型的撬棍也好 或者是像哈里根那种大型的撬棍也好 它们都并不是单独去使用的 而是要搭配一些附件 比如说像木塞 比如说像锤子 锤子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你要挖一个钉子 这个钉子在锤的时候 把这个钉子打的凹陷了 它凹于它的平面 那这样的时候 这个撬棍是很难去插到这个钉子下面的 你需要接住一把锤子 这样一下 把它敲到这个钉子下面 更好地把它起出来 这个锤子和这个撬棍 是非常好的一对组合工具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撬棍 它的长度是25.4厘米 可以看到也就比一个手掌大一点点 重量是340克左右 材质是高碳钢 它比同类型的高碳钢的撬棍 要轻20%左右 这20%有一部分 是它材料配比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它做了大面积的 这种物理结构的镂空 掺碳量比较高的鲲棍 它的硬度会非常的大 但是硬度大的鲲棍有个缺点 就是它很容易脆的断掉 而这把鲲棍 通过了100英尺的高度跌楼测试 这把鲲棍在硬度和脆度之间 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手上的这个锤子 这个锤子大小也不是很大 你看差不多我两个手掌大小 16盎司453克 这个锤子就是一个传统的 阳脚锤的一个造型 它的主体部分采用的是一种高碳钢 它的握柄采用的是一种 玻璃离子的握把 这个锤子在锤东西的时候 如果握把特别的有钢性 没有韧性 你会非常的镇手 而且你使用不了最大的力量 这种握把 相比一般的握把来说 有一定的韧性 而且它比较防滑 比较减震 而且握持的手感 也是非常的舒适的 那锤子不光要看 它这个锤头的材质和握把的材质 还要看它的重心是否很好 你看它的重心是在偏前面一点的 就是你的挥动的手感是特别的好的 就这种挥动和握持的手感 是特别的舒适的 如果这个重心靠到中间 或者靠到下面 那你就握持的手感 就没有那么的舒适了 非常的结实 而且它也可以起钉子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牌子 叫做SPEC OPS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是修 修行能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